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来看电影《拆弹专家》里的一个片段 从电影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特殊而又高危的警种 排暴警 哪里出现危险品爆炸物 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除危险 在电影中他们出现时的身影让人揪心 而现实中他们的工作比在电影里还要危险 今天一起来读这本群众出版社出版 蒋威所著的《国之盾 显为人知的中国警察故事》 一起来了解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于尚卿的故事 这位就是拆弹专家于尚卿 他曾荣获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他的故事堪称传奇 2003年9月1号上午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最繁华的地方 萨拉伯尔酒店里 有人发现了一枚疑似炸弹 警方赶到现场调查之后 发现果然真的是炸弹 并且现场情况 极其危险 因为炸弹被绑在了煤气管道上 煤气管道还贯穿全楼 一旦爆炸 全楼的人都可能葬身火海 并且大火很可能会波及到周边建筑 紧急关头 警方赶紧疏散人群 很快周边就人去楼空 可这个时候 一位警察于尚卿 却逆人流而至 他要赶去发现炸弹的现场 王长就打电话 说老于啊 你对炸药美不明白 我炸药还行 那我起模子马上就过去 事实上于尚卿并不是专业的排报人员 只是因为在部队当过军械技师 在公安局分管危险品 他就临危受命了 到了现场 于尚卿光看着土炸弹的个头 就知道他的杀伤力 绝不比军用炸弹小 而且炸弹上附带有闹钟 这属于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面前的闹钟告诉他 距离爆炸只有15分钟时间 这时于尚卿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拆 要么跑 如果选择拆 一旦拆除失败 就会面临死亡的风险 可如果他跑了 炸弹又可能会引起煤气连环爆炸 于尚卿决定疏散同事 尝试拆除炸弹 他见跟在身后的几个消防官兵 都很年轻 坚决要求他们撤离 他说 我这么一把岁数了 要死啊 死我一个 你们都撤 要拆除这颗炸弹 必须切断正确的导线 这是一场生死赌局 赌输了就是粉身碎骨 面对的这种生死抉择 更要沉着冷静 一位从来没有拆过炸弹的人民警察 用一把借来的刀 挤进窄窄的缝隙间 用刀一点点地割开 绑在炸药和煤气管道间的胶带 他壮着胆子把线割下来 炸弹静悄悄地没爆 于尚清冲了出去 向着周围的同事大喊 我拆了 我拆了 特别喜悦 但是也害怕 他身上也值得 这全是汗的 满脸全是汗的 我拆第一个 我连钢盔 旁边没事都没有 就穿这时去 炸弹拆完 快中午了 于尚清和同事一块去附近的饭馆 可是这菜刚端上来 大家还没吃几口 警方在萨拉伯尔酒店又发现两枚炸弹 于尚清是放下碗筷 二次赶回现场 这个时候距离拆掉第一颗炸弹 才过去半个小时 于尚清回到现场 这次的炸弹是更加高级的遥控炸弹 这个土炸弹上面 绑着一个小小的传呼机 一接到信号就会引爆 这个时候 于尚清再次面临着粉身碎骨的危险 头一个你拆除个矫正车 第二个能矫正车 不可能的 我就做最坏的打算 在一楼半 连剪刀 刀 什么都没有 就给我手 那这儿我也磕出来了 缠手汗出的啥成果 腰带不沾手 手全是碳呢 把窗户绕出来了 绕开 窗户机还是六门线 跟第二个接法是一样 我知道怎么踩了 我踩完以后 昏迅全省汗 一步都迈不动 往上就迈一步 咕咚就贵呢 于尚清又一次死里逃生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警方在现场又发现了八颗炸弹 加上先前的三颗 整座酒店 居然找出了十一颗炸弹 在将近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里 于尚清陆续拆掉九枚炸弹 人已经非常非常累 马上就要濒临极限了 最后一次出发前 他回到办公室 给媳妇写了一张小纸条 他是真怕出现意外 没法见家人的最后一面呢 然而就在这封遗书的背面 还画满了于尚清分析 拆弹结构的电路图 然后他向最后一颗炸弹走去 咱们来看一张当时现场的照片 这就是那最后一颗炸弹 最后一颗炸弹最复杂 它的导线数量特别多 又被纸盒紧紧地包在一起 根本看不清里边的真面目 为了减少伤亡 于尚清疏散了同事 自己带着炸弹独自 到了地面车库 同事们都关心 于尚清能拆掉这最后一颗炸弹吗 夜里11点31分 炸弹爆炸了 经医院紧急抢救 第二天上午九时许 于尚清醒过来了 但身体造成了严重伤残 于尚清左眼失明 右耳失聪 右腿残疾 身体里还有上百块的炸弹碎片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授予于于尚清全国公安战线 二级英雄模范称 而成为英模的于尚清 拖着伤残的身体 依然奋战在一线 几年之后 他的儿子于家在父亲的鼓励下 也成了齐齐哈尔市的一名基层民警 2014年11月6日10时30分 因为旧伤复发 于尚清抢救无效去世 终年58岁 拆除爆炸物是一项最为危险 而又极其重要的任务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代价 所以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 这就是我们的拆弹英雄 在他们的战场上 没有围观者的呐喊助威 有的只是在无声世界里 瞬间判断解除危险 其实拆弹哪有什么专家呢 拆弹就是用生命去解救生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读书节目和您继续分享 关于警察的故事 我是段淳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